大家好 这里是河北石压庄丽阳收出交易市场 刚刚到货了一车骆驼啊 全是骆驼居的 这骆驼真的好听话呀 坐在车上趴着过来的啊 坐得卧铺 我说这骆驼怎么这么听话 哎 个个人在这儿卧着都 都绑成粽子了 你说能不坐吗 这可能都一个个绑上 可不 坐了一车卧铺 干什么 啊 下了俩了啊 接着解其他的 这骆驼都是一下一下来的 这个小骆驼的话筋肾不大啊 瘦 这种小骆驼的话 回家弄一个自己玩挺好的 价格不高 哎 你看这玩意咋啪的不把是吧 几千块钱吧 解个绳 这哎呀 喷一身 哎呀 哎呀 喷一身 哎呀 哎呀 哎 别打脸 别打脸 哎呀 这柜子还在跑呢 这个骆驼 被子下车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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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这 这驼驼的给你们表演了个深藏之间啊 我的天啊 这骆驼 起乘 我跟你说啊 最坚强的骆驼 他这个在车上的时候 绑的时候估计都是一个一个绑的 为啥要绑着呢 绑着牙脑 牙脑 绑着在车上他比较安心 老板你这会儿正放骆驼呢 这个稍微大点啊 这个个儿还高呢 这个 这个个儿还高呢 啊 好嘞 下车 下车吧 又姐的俩了 胜利就在前方继续啊 那又一个哎呀 又一个奋力挣扎的 哎 你修着点啊 哎呀 你割了算了 哎呀 那边那个骆驼都已经爬到那边去了 这个好歹还听了点话 让解 那个是死活不让解 你解了他就喷你 这个啊 又一个 哎 自己正开了这个 下车吧 这个也是 就跪着都得往前爬 不让解 走吧 走走走走 挂 扬一顿 我老去打过门 好了 挂 还有一二三四 还有四个拉 一二一 这几个 这前方的扇啊 压人 赶紧得给他弄过来 干压的 把他给托了开 把他身上那个先弄看 啊 底下那个起来了 骆驼啊 已经全部安全到达丽阳市场了 一共多少个呀 多少